大家好,我是九龍豪宅Catherine Gou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何文田山一號的單位 我們現在一起去看看吧 何文田山一號是緊接著何文田街的 在斜路上一上來,到達了我們今天要看的單位 大廈的入口大堂,有豪宅的典範 而今次我介紹的單位是中層A室 實用面積1481呎 見到一入門口經過圓關位後 便到了我們的飯客廳 飯客廳是城牆方形的設計 兩邊都是用落地玻璃窗的 採光度十分高 擺了茶几後,也預計到飯客廳的面積非常闊 而單位是有一個露台 現在我們從這個露台可以看到出去 主要就是望回何文田街 一路走上來何文田山道的一大遠流景 飯廳方便可以放到一張白人的大型圓餐桌 單位是屬於四房間的間隔 現在我們先看一看主人房 主人房面積相當闊落 而睡房的景觀跟客廳一樣 主要是望回何文田街 以至何文田山道一大的遠流景 主人房可以放到大型的雙人床 而單位呢 還有一個衣帽間 這個衣帽間 你可以放到所有的衣物 在這間房內 主人房浴室保養得不錯 採用雙升盤的設計 浴室有窗 棋缸和浴缸是分開的 另外兩間客房 大家的面積都是差不多 最後一個房間 間隔有少許改動 原本是屬於小套房的設計 拆了廁所變成擺衣櫃的地方 這間房的景觀 就是望回培政一帶 下次同樣保養得不錯 保留在用浴缸 廚房面積相當闊落 見到業主也是重新裝修過 預留了很多的廚櫃位置 名牌的主食爐具和廚房電器都有提供 雪櫃位置就是這裡 廚房裡還有一個工人房 做了少量的儲物櫃位置 工人有自己休息的地方 以及獨立的洗手間 今次就介紹到這裡 多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讚好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條片見 拜拜